巴西亚马逊河流域部分地区 7月到9月份降雨量是40几年来最少的 多条河流的水位创下了百年新低 内阁罗河在马脑斯注入亚马逊河 马脑斯河港的水位比起一年前下降了4公尺 船只搁浅在河里 船屋也卡在泥潭当中 不但让居民的生活大乱 偏远村落运捕中断 雨林生态更是大受影响 亚马逊河流域的淡水屯就死了100多头 巴西的科学家都说 异常干汗是声音现象惹的祸 而且这轮声音现象到12月才会达到高峰 也就是说年底前汗象都不会缓解 巴西北部城市马脑斯的边上 亚马逊河北岸最大的支流 内阁罗河的水位 10月中降到121年来的最低点 只有13.5公尺 比一年前又低了4公尺 不到2021年6月 最高历史水位的一半 河里到处都是困在浅滩的船只跟船屋 内阁罗河的支流 原本宽广的河面 现在也成了大片泥滩 平常穿梭河面的观光小船 只能困坐河床 学校等公共设施也都关了 内阁罗河的水量占整个亚马逊流域的14% 也是全球水量第六大的河流 另外一条大支流 在亚马逊河南岸 叫马戴拉河 它的水位也创下历史新低 巴西第四大水力发电厂 圣安东尼奥水电厂 已经停止发电 支流的水位大将 使好几百个零和城市或社区 无法取得饮用水 马脑斯是亚马逊州的首府 有两百万人口 还有一个大型的工业区 干旱是进出马脑斯的商船受阻 全市62个行政区 九月底更有将近九成 因为干旱进入紧急状态 亚马逊州的偏远村落交通中断 得靠外面用拖拉机 接济食物跟干净的饮用水 现在村民最怕的就是生病 巴西卫生部已经派医护人员 深入偏远地区 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但是重病者还是无法出外就医 一艘平底船跟一艘脱颖船 九月下旬搁浅在内格罗河中 到了十月中旬 四周都成了沙滩 呈现路上行舟的特殊景象 平底船上载了三辆卡车 跟两千个空的瓦斯罐 准备到马脑斯捕货 瓦斯罐是河畔居民煮饭时的燃料 有些河边的居民 得步行三小时才回得了家 原本搭观光船来看内格罗河流入 亚马逊河的游客自然也绝机了 对考古学者来说 水位创新兵倒是个好消息 内格罗河注入亚马逊河口附近 因为枯水露出大片岩石 比13年前上一次最低水位时 能看到更多欧洲殖民时代之前的石刻 有些岩石上还有光滑的凹槽 研判是原住民魔力箭或锚石留下来的 时代早在欧洲人到达之前 2021年7月内格罗河曾经泛滥 淹没马脑斯部分区域 而且洪灾持续了三个月 如今却有天壤之别 世纪干旱也影响阿根廷的农产量 这几年阿根廷是大豆油跟豆魄的最大出口国 现在却有三分之二的大豆炸油厂 没有原料可以处理 因为大豆严重欠收 7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使大豆减产六成 这个产季的产量只剩下2000万吨 反而巴西南部大豆产量大增 抢下了出口第一的宝座 亚洲也有部分地区 因为圣阴现象饱受干旱之苦 印尼的爪哇岛跟巴厘岛就身在其中 巴厘岛的稻子都干掉了 稻农已经改种抗旱作物 巴厘岛西部的真部拉拉县 已经五个多月没有下雨 旱象特别严重 最大的水库蓄水量 只剩下有效容量的4% 库底都见了天 10月19号 当地进入两周的紧急状态 因为旱象加剧 六个村庄的居民必须排队 领取饮用水 估计这波旱象的高峰 会在11月上旬结束 大家都盼着情况赶快好转 对了 之后 是